国立中兴大学行销学系教授李中卢博士 日前特别率领台湾学生及印度等六个国家的外籍学生 前往农委会所核定的全国亮点茶庄之一的全发茶厂 实施茶香文化自茶体验校外教学 期望在这趟体验当中 学生们能够对于台湾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就是我们中兴大学这个李教授 他带我们外南的缅甸的伊索比亚 和印度的 其中兴有六个国家 要来做体验 我们这次目前对我们台的行业 大家都很注重 各国都有提供我们台的教育 我们台的到国家有交流 这是真正好的 学生们跟着步骤手忙脚乱 体验错柔红茶的乐趣和辛苦 也认识文香五大特色茶 更平民全发招牌的蜜香红茶 冷暖泡茶体验 对于此次的体验都感到相当有趣 那因为我在中兴大学 开一门国际农业学程的课 叫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那今天很高兴就把学生带来 全发茶行 让他们实际了解茶业的供应链 所以一来让他们品茶 二来让他们知道茶农的辛苦 还有茶是怎么做出来 也让他们对台湾的茶文化 有深一刻的了解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全发这边 品尝很多不同口味的茶 很谢谢就是可以跟全发这边有合作 非常开心 先运章调子指出台湾茶叶大多来自民间乡 为非常大众的茶叶产区 透过这次的自茶体验 相信不仅能够将茶产业推广到全世界 也能够让他们从中了解到制茶的过程 有全台湾超过一半以上的茶来自民间乡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茶产区 这里也有非常多优秀的在地的店家农民 他们发展这个优质茶园 然后带领这些外籍生来到南头的民间乡 实际体验种茶做茶的整个过程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在地文化 在地产业的实际体验 让更多人 让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知道他们手中喝了这杯茶的来源 而中间的过程 需要所有农民的这个努力的过程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南头县民间乡 体验茶文化茶产区 透过茶厂规划的自茶体验课程 让这群研究学生做中学学中做 而活动压轴是区位的茶汤彩彩看 前世民由董事长分别赠送大奖 全发品牌顶级好茶 其余也通通有奖 也为这次的体验 画下教学活动最完美的休止符 记得中文军民间采缝报道